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相处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自然 当然 这里的自然并非是这个年代 夫妻这样的模式 而仅仅是两个怪人的相处模式而已 年前的摊牌之后 苏坦儿第一次为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平衡 心里踏实之后 许许多多的事情也就轻松起来 以往总想费心费力地维持家的模式 如今不用这么刻意了 以往总要在饭桌上主动寻找话题 权衡哪些是可以说的 哪些会是对方感兴趣的 哪些又需要避讳 免得引起对方的不快 谈生意的感觉也是 如今自然无需这样 但话题倒反而多了起来 根本无需刻意去找 随便说些什么也是觉得有趣 虽然宁毅每天早晨都会出去跑步 但夫妻两人往往还是会在家中吃过早餐才出门 方向并不一样 苏坦儿坐着马车 宁毅则是轻装步行 小禅在这时通常会面临两个选择 跟小姐还是跟姑爷 当然她也可以留在家中 但其余两个选择显然更有用 跟着姑爷过去没什么事做 但可以听姑爷讲课 每次随意地听姑爷说来说去 引人入胜 她就会想着姑爷真是好渊博呀 当然最近一段时间 苏坦儿是比较忙的 开春的时候都是这样 于是小禅还是选择跟着小姐去 前面说过 她虽然带宁毅和苏坦儿纯真质朴 但办起事情来却是相当可靠 她每天负责的也并不只是贴心地服侍一下人就好了 有一次宁毅就曾见过她 气呼呼地训人的样子 皱着眉头非常认真 简直凶悍 一边训还一边指出其中几人勾心斗角 护拉后腿的事情来 你别以为我没看见 弥补的方法安排好 又说了几句 手中挥舞着一把短齿 点点点点的简直要打人 然后才看着那短齿愣了愣 抓了抓头发 糟了 小姐要的尺子 一扭头 还不快去啊 打发众人之后 转身扑扑扑地赶紧跑 宁毅在后面笑个不停 她是被当成管理人员来培养的 当然这两者其实也不冲突 据是她性子中的一部分 宁毅会在中午或者下午回到家 有时与小禅一起 因为小禅会在中午下课之前 跑去找她 若小禅没过去 自使她一个人 苏坦儿过了中午 则多半已经回来了 有时在房间 有时在客厅 也有的时候 坐在院子中的凉亭里 娟儿与姓儿有时跟着 有时也会不见 他们也得去处理一些大房之中 吓人的琐事 苏坦儿在想事情的时候 喜欢咬自己的手 有时候咬拳头 有时候轻轻地咬手指 多是无人之时 才会露出的神态 有一天傍晚 宁毅回来 夕阳余晖 苏坦儿穿着鹅黄色的裙子 坐在凉亭里 看一个本子 白皙的背齿 轻轻啃视着拇指的指尖 偶尔翻过一页 宁毅走过去 站了一会儿 正想打招呼 苏坦儿忽然回过头来 依旧是咬着指尖 大大的眼睛 与宁毅对望片刻 有些懵懂无辜的感觉 随后又转了回去 安安静静地继续看账本 宁毅见他不搭理自己 怂怂间有些无趣地走开 心想这女人真是淡定 走出不远 苏坦儿在背后喊了起来 相公 你吓死我了 回过头时 苏坦儿正气鼓鼓地模样望过来 用手轻拍着心口 片刻之后 明义无言地摊了摊手 苏坦儿也没好气地笑出来 从回到家到吃完饭 晚间的消遣 到最后的旧亲 大家都是聚在一起说话聊天 谈着谈那 有时候宁毅会觉得 苏坦儿与之以前的自己有些类似 当然面临的具体问题会不一样 心情迷惘也不一样 有时候她想 苏坦儿面临的问题或许比自己更严苛 她是个女人 如果苏家有一个男子 更聪明 更有能力一点 事情会很简单 如果她笨一点 事情也会很简单 偏偏她处于这个夹缝间 于是就只能向前 还得顾时面对 因为自己女性身份而面临的问题 有时候她们会在二楼的 那根柱子边巧遇一次 大概每隔几天的时间 一块看看整个苏家大宅的风景 苏坦儿会说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有些是不能在旁人面前说的 就算在缠儿 就算在缠儿 娟儿他们面前说了也不好 主要是没有意义 或者她在生意上的一些打算 一些得意的小算计 也有家常理短 有个堂哥刚在他这儿 额了几百两银子 说是看见一样好瓷器 买了价格肯定有涨 苏坦儿笑眯眯地给钱 转过头来跟宁毅说 那家伙在外面养了女人 咬着手指说道 以后可以威胁她 要不然就告诉嫂嫂 让嫂嫂去闹 苏坦儿很聪明 在经商上也很有天赋 但毕竟只是十九岁的年纪 面临的压力许多时候无法去诉 宁毅或许是唯一一个 能够给她以减压空间的对象 在她看来自己说的东西 这个相公懂一部分 但未必全能搞明白 宁毅有时候也说几句 她不懂的东西 她就那样听着 这样的时刻 就算宁毅说话用词再古怪 说的东西再不可理喻 她也不会感到稀奇 有件事情是比较奇特的 或许是第一次在一起聊天时 给了她一颗松花蛋 第二次聊完 苏坦儿有些欲言又止 随后问道 相公没带吃的吗 下次带点吃的吧 此后给她攥点吃的 一小包糖 花生 蜜枣之类的 苏价不差钱 提供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压力 也有这个季节 已经很难吃到的梨 有一次 宁毅顺手拿了一张大饼 冬末春初 天气冷 冻得跟牛肉干一样 苏坦儿也不介意 拿了在嘴边慢慢撕 吃完了心满意足 然后才说 相公 故意的吧 道德二约 话题就更加随意了 他们看起来 像是这个时代 很奇怪的朋友 相公为何 从来不去那些青楼之地 付付那些才子的邀约呢 宁毅怂怂肩 就会两手势 泡不到妞啊 苏坦儿在那儿想了好久 才大概理解这句话 笑了出来 用钱砸他们嘛 那些堂弟表弟啊 每次从坦儿这里 讹上几十两 光顾的 也尽是些有名气的 相公拿上几百两 再加上财名 什么启兰啊 陆彩彩他们啊 见上几面 想是无声问题的 对了 袁夕之后 倒听人说 那启兰姑娘 对相公 颇为清新呢 有几日晚上 夜夜吟唱相公的清余案 情声婉转 七绝什么的 说不定啊 相公还能跟她 成什么家话 她转着眼睛 撇撇宁毅 宁毅想了想 剪点头 哦 有这种事 那我明晚去一趟好了 人家毕竟也不容易嘛 苏坦儿这晚吃的是馋豆 目光冷冷地撇她 随后嘎吱嘎吱地咬了半天 随后哼地一笑 那相公 便带上小禅一块去吧 宁毅身边不缺钱 主要因为 一直可以跟小禅要 她用得不多 苏坦儿也未在这些事情上 有什么意见 不过就算小禅乖巧 若宁毅真跑去招记 小禅会站在哪一边 可想而知 就算表面上什么都不说 肯定也会使阴招下半字 这时叹了一口气 唉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你这女人口蜜复健 一点都不实诚 馋豆还我 不许吃了 苏坦儿拿了小袋子 突然退开一步 笑得像只狐狸 坦儿经商好几年了 从未听过商人真有实诚的 相公便担带吧 二绝就在这种对宁毅而言 平平无奇的日子里过去了 学生 聂云竹 小禅 苏坦儿 化工 有时也跟秦老 康老碰个面 几句闲谈 有时从其他途径 了解一下宋县 武猎君的情况 她回忆那女子的武功 不过那女刺客也已在元席之后 消失渺然 三月初 苏家生意也忙 不过苏坦儿还是空出了一天 与宁毅三个丫鬟一块去江宁城外郊游 这天下午回来 去茶楼喝茶 无意间却听得隔壁有几个学子打扮的人 在谈论这松花蛋 说是如今经营那松花蛋的女子 是才艺双绝的家人 不过只愿双手养活自己 研究出了松花蛋的制法 一位才子仰慕其兴兴 本已追求数年此时略失小祭 不到半月便为那新奇事物 打开消禄云云 事实上如今聂云竹虽然也忙 但要说松花蛋的名气传出很远 那也是不可能的 这时的几人谈论略失小祭 正是自己让李平帮忙找人当托的事情 心中好笑 不知道李平怎么为了这件事情 跟聂云竹扯上关系了 还追求数年什么的 形势太不小心 这下李平可是惹火烧身了 不过再听片刻 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这顾艳珍几年前便以名阳江宁 此次自东京回来 便是为了这女子 她如今已有功名在身 仍对其一往情深实在是难得呀 嗯 手法也用得巧妙 不过数日时间便已将问题解决 哎 才子加人 加一时日必成家化呀 在下觉得不然 那女子抛头露面 操持这等生意 实非良配 听得一阵才发觉 这些人讨论的竟是那名叫不艳珍的男子 回想起聂云竹前些天似乎有些寒意的问题 倒是想到了一些事情 不由地摇头笑笑 第二天天未亮 到了小楼之前时 聂云竹正如同往常一般坐在那台阶上等他 见到他过来 露出一个与平日里不意的笑容 宁毅看了他一会儿 微微揉了揉额头 最近很累吗 嗯 聂云竹愣了愣 随后有些迷惑地摇了摇头 宁毅在旁边坐下 斟酌着此语 哦 为什么没跟那个顾艳珍明说一下呢 让他把事情停下来 黑暗中的尘风带着寒意 小楼前陷入一片沉默当中 片刻后 聂云竹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厉恒 怎么会 厉恒 为什么问这个 嗯 我就是听说了 那个顾艳珍 宁毅摊摊手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我 我跟那顾艳珍没关系 他们瞎说的 厉恒 我 聂云竹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对 宁毅扭头望过去 黑暗中只有一侧房屋中传来的光芒 光芒之中 女子的表情似乎有些愤懑 想要强调些什么 却又有些抓不出重点的样子 宁毅看了半想 觉得难以理解 缓缓地说道 嗯 我知道了 聂云竹望了他一眼 皱着眉头 简直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但随后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认真地望向宁毅 开口强调 一次一顿 我跟那个顾艳珍 没有关系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五十一章 作者愤怒的江娇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后期制作 巨五八以类 做事今生欢半生叹 相逢 相牵 去而复返 愁愿 做一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